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谁方的频道 纽约市曼哈顿西侧有一个艺术社区 叫切尔西区 或者译成切尔喜 这样听起来比较有喜气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逛一个很有趣 很热门的地方 就是切尔西市场 前面广大的广场是供民众休闲和工作用的 可以带上你的笔记本电脑 坐在广场的扬散下工作 并享受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 可以减轻工作压力 切尔西市场位于第15跟第16街 还有第9跟第10大道之间 它占据了纽约市一整个街区 它里面错综复杂的廊道上 摊位邻里 不仅有各类型的商铺 如服饰和书店等等 而且美食云集 是纽约最富盛名的美食广场 它原为纽约一家饼干公司 众所皆知的Oreal饼干 就是在这里生产制造的 后来经过多次变更 到了1990年代才被开发成今日的市场 如今成为纽约市美食与购物的天堂 它也是纽约市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每年吸引了600万游客 也是该区当地人跟通勤者 在生活上和工作的热门地点 它里面也提供了免费公共无限运物 喜剑中餐馆 就好比是找到甘泉一样 这家非常新鲜面条 手拉面店 迷腐其实 此店打响名号的就是新鲜与面条 他们供应现做的陕西传统面食 提供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手拉面条 其中还有台式牛肉面 以及四川淡淡面 时尾米尼尔经 这家是在卖柬埔寨店 市场内餐馆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而且弥漫着各种香气 若是不知道吃什么才好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闻香而走 让你的嗅觉带你到想吃的地方吧 但是就跟街坊节美食一样 不是你想吃或者是甚至你很有钱 就可以吃得到高人气好吃的美食 是要耐心排很长的队 我一直在找一个看起来美味但人少的地方 这家就是我的选择 它是一家日本墨西哥卷饼店 我点了一个特价午餐 包裹一份虾卷饼豆腐卷饼 还有日本米饭黑豆 吃完之后觉得不吃折已 越吃越饿越饿 这一餐根本就是开胃菜而已 这一段的阻廊到装饰的美轮美奂 也是另一个亮点 都是西哥卷饼店 可以吃到这些 是西哥卷饼店 如果我们都吃了 这个食物 就吃了 它是西哥卷饼店 还有这一道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走道的图片展示了他们过去的历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